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第二節其實我們可以講講這個海洋 大家知道了 海洋在地球的歷史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第一樣我想問你 其實現在我們看得這麼遠 特別這個James Woll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發現一個星球是完全是水來的? 這樣講 我覺得一點都不出奇的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能力去看一些外面的星球上面的成份 其實你說如果只是太陽系內一些木星上面的衛星 我們已經看到它可能在一個冰下面有液體 那些液體只差在是水的 我們甚至乎知道它有地學運動 然後在James Woll 的成果裡面 我們已經是初步知道在一個太陽系以外的 另外一個太陽系上面的行星 上面的一些成份 那會不會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有水氣 甚至知道溫度 甚至乎幫助到我們結論 它們會不會有一個海洋在呢? 那我覺得是遲早的問題 但是你問我 差在是不是一個水的海洋 還是其它東西的海洋呢? 那我這個就具體不清楚 那每一個星球它自己形成的時候 有它獨特的地理因素、氣候因素 拿到它有獨特的成份的 甚至乎你問回我們的地球為什麼一個海洋在水 裡面為什麼會有一些鹽 我們一樣可以問這些問題 那如果我們了解到為什麼地球有海洋 或者為什麼那些水有這樣的所謂的鹽度呢? 對我們理解地球的產生 或者那個形成的過程有沒有幫助呢? 那在這個問題 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為什麼地球有這麼大的海在那裡 那麼我們首先知道地球的那個氣候的現象 是能夠留著那些水 就是那些水蒸氣升得夠高 它就會形成雲 然後溫度低一凝結一跌 就用下雨的形式 或者下雪的形式下來 它就會降下來 於是有水的循環存在 咸水 淡水 生生不息 那背後能夠去主宰著這種循環 你一定要有太陽能 將那些太陽去 即將那些水蒸了上去變成雲 然後才有下雨 諸如此類的那些東西 那譬如火星 它可能有個太陽 將那些水氣蒸了上去之後 但是那些水氣是會走了的 它自己留不住的 它下雨下得不夠 但是就更加多 它可能就這樣就由大氣到散失了 它的水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你也可以問 為什麼開頭有這麼多的水在那裡呢? 其實有些假說就是會不會曾經 在地球初生形成的時候 就有彗星是撞下來的 而這個彗星上面帶了很多水在那裡 於是就令到我們的地球有不成比例的多的 一氧化二氫 即是H2O 在其他星球上面我們見不到那麼多的 但是為什麼044地球那麼多? 譬如火星 火星很多都走了 金星它的溫室效應很強的 但是其實它是熱的那裡 但是那些水就多數去了大氣 就不在地面上了 但是你大約都知道它的成分是有多少的 甚至地球開始很多的水都不是在那個地表那裡 是在那個大氣那裡 是到冷卻了下來之後 將地殼的容量冷卻了 於是地殼上面再載住了一堆水這樣而已 其實在這裡你去了解地球的海洋 和了解那些水為什麼多與少呢? 其實往往你需要一些 在那個地球形成的時候的一些事件 和嘗試找不找到證據去驗證 其實不小心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的 那是不是那個歷史應該有了一個大氣的罩 就是我們用罩去形容 就不要等水氣離開了 因為火星沒有所以就有水它都走了 是不是應該有了這個罩才有海洋呢? 這個罩能否形成到又好看它自己 表面溫度有多少 和它自己的大小的質量有多少 你的質量不夠 你一開始有一個罩 後來那個罩都會自己走掉 但是對於地球來說 它的質量夠了 吸住了在這裡 令到它又能夠營結到 有些可能金星的就會是近那頭熱那頭 那些水它都還能夠留住的 但是大部分就在那個大氣那裡停留住 那它會不會都有一些是走了外太空 這個要交給研究這方面的天文學家 去再問這個問題 那是不是說很多不同的因素 甚至我們可以講一下意外的因素 要組合起來才能形成我們今天地球這種海洋呢? 我會說是的 首先這裡可以講一講一個很 就是有時候這些科普的東西 我覺得有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原來你都要理解了很久 我們吃的那些鹽呢 大家都知道了 要麼是海鹽 要麼是藍鹽 其實岩鹽就算你說的那些喜馬拉雅山岩鹽 都是曾幾何時的海鹽 那那些 譬如你說做海鹽 那你就在游個海水 然後太陽蒸走了那些水 於是剩下那些東西 大部分是毒化藍 有其它雜質的 有些甚至乎會帶來其它的味道的 不同的海的海鹽是給你不同的味道的 還有它的質身會不同的 那這個當然是和它的鹽和 鹽和成有關的 也都是和它本身的那個成份是有些關係的 那有些可能是鈣質多一些 有些可能是甲質多一些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世界上你基本上可以說 所有地方的海鹽 絕大部分都是NACL 陸化藍 那你隨便撿起一把 你最後蒸出來的大部分是陸化藍 那接下來就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在陸化藍呢? 其實有這麼說 在這個地球上面 不僅是一種鹽吃下去是鹹的 我記得以前在中一的時候 有些同學頑端 是將那些科學堂 我們要做那些飽和液 下就下那些叫做Copper Sulfage 就是這個是 糟糕了 那個中文我不知道怎麼翻譯 一些藍色的鹽粒狀的東西 就是那些銅和那些這樣的硫酸 拿起來之後出來的那種藍色的鹽來的 那 劉酸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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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天有同學玩東西 真的拿了一顆放進口裡 大哥 我聽到一些 其實大家不要亂來 這些重金屬的東西 你還要無端端吃這麼多放進口裡 自己下去就壞了 但是他玩鹹鹹的 而另外一樣東西 大家又去超級市場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見過 有些叫低臘鹽 有聽到嗎 低臘鹽 你吃這個鹽就低一點臘的 似乎對身體負荷低一點的 這裡要小心 低臘鹽就是高甲鹽 裡面很多就不是NACL 很多可能是KCL 就是說用甲這種元素的鹽 它都是鹹鹹的 另外有些就是內陸地方沒什麼魚吃 就要吃什麼呢 吃點鹽 裡面就會加一些點化甲 就是KI 就是說你如果看元素周期表 你讀你就知道了 在第一組裡面有甲有鈉 接著在第七組裡面 有點 有鈺 有鈺 還有有鹿 這些叫做老素 Halogen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第一組和第七組的東西 加起來就是我們海裡面看到很多鹽的東西 有什麼是第一組 例如Livium 李 還有Ford 如果對於最輕的那種老素 叫做Ford 就是Ford Florine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些第一組 和第七組的東西 你去任意地組合 基本上就是很多時候 你的海會找到的那些鹽 當然就不是種種都這麼豐富 在海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看地球上面 你說Ford 還是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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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重體來說 是Ford 多於Ford 但是寧寧寫在海那裡 是Ford 多於Ford 這裏要大家想想 地球上是很多不同的元素 但是差了一個元素存在哪裏 原來溶得在海那裏 尤其是那些Halogen 那些第七組的元素 照計就應該是要 整體上來說是Ford 多一些 但是能夠溶得在水 是綠的那些荔子是多一些的 那這裏就初步解釋到 為什麼在海裡面 是綠化蠟多過綠化Ford 有人都會問 甲為什麼又會差一些 因為你看那個活潑罪 其中一個可以幫到它們了解 蠟和甲都是相對有優勢 更加容易溶在水的 出來的那些鹽 這些有些東西我自己都太久沒讀了 我記得當年去到中七 讀A級 考了A級的時候 都要理解一下 那些這樣的無基化學裡面 那些鹽不同的組合 那些離子性的 這些這樣的化學物 它是融不融在水的呢 那你會發覺這些綠化蠟 那個能夠融在水的能力 是會高一點 它高是高的 就高過一些譬如 由鋁或者忽形成的化學物 於是在這種水溶性能力的比拼之下 你就會發覺世界上 所有的海洋最多就是綠化蠟 是的 固化蠟是多的 但是它更加不傾向融在水的形式那裡 給你找到 它就會在其它地方那裡 成為了和其它礦物那裡 融入了其它礦物裡面 而就不是在水裡面 就是你調查那個水溶性程度 Livium fluoride 原來基本上是很難融在水的 你將它 就算它有很多都好 它都是用一個固體形式 沉澱了 或者是藏在其它的礦物裡面 但是你一有這些雨水沖拆下來 那些岩石一直這樣的時候 誰喜歡融在水的那些 最終是全部落在海裡 其中綠化蠟就是一個最大的贏家 所以你說要了解為什麼海水是鹹的 那你就要了解為什麼離子化的 這些離子建的這些化合物 它是會喜歡融在水的 和不同離子建之間的這些化合物 為什麼這個會融在水的多一些 這個會融在水的少一些 你知道這兩樣東西 你就會了解為什麼我們地球上面的海洋是鹹的 而鹹得來裡面還是那個的陸化 就是鹹得有道理牙膏的那個重要的成分 就是這樣 只用一個化學去理解 這個講過很久之前 但是剛才你說的離子建 你可以解釋什麼叫離子建 當你的化學元素需要去掉一些外圍電子 或者要賺取一些外圍電子 才能夠令到它本身的電子建構相對穩定的話 那些這樣的元素就有條件去成為離子建 因為你扔走了一些電子 或者你吸收多一些電子回來 就令到你要麼帶了正電 要麼帶了負電 然後那個正負相吸 那你簡單點理解其實就是那些所謂用離子建結合的化合物 基本上就是一個靜電的建理 由正負相吸來吸收的 那當然不一定限於第一組的化學元素與第七組之間 可以是第二組的化學元素與第六組之間 或者第二組和第七組之間這樣簽變萬化地去組合 總之那件事 我不甩掉電子 我不安樂的那些東西 它就會傾向大靜電 那它就會喜歡跟什麽東西都黏在一起 就是喜歡跟一些很喜歡吸電子過來 不吸電子不安樂 喜歡帶負電這些東西 就會黏在一起出來 那最後就形成了一個離子建 那這個就是 我記得這些基本上 是在中三、中四的化學那裡都會學的東西來的 這個就是 但是你說其實就是 講回三年流雨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 嗯 但是你說了海洋是鹹的 那為什麼我們有淡水呢? 那這個就很簡單 你有蒸發的作用 蒸發的過程之中 水氣上了去 那些鹽沒有跟著上去的 然後上去的雲 那些雲下雨下雪 從山上 從高地上流下來 它們沒有經過這個 沒有畫過 譬如說 它在一個山間那裡 它不是經過了很多的岩石 其實通常你經過的岩石 你都會有一些礦物融了下去 那這個就是岩水 甚至是礦泉水 是不是? 就是有這樣的 地下水 井水 都是這樣的 它當它跟這個 就是它流過了這些岩石 這些沙粒 將裡面一些能夠 溶在水裡面的鹽份溶進去 而最後將它帶到那個海那裡 而海那裡你蒸回來 就只是蒸一些水上來 就那些鹽留在那裡 那最後結果就是海就越來越多的鹽 OK? 然後那些鹽是原本來自山上岩石的那些東西 裡面的那些化物 OK? 那那個淡水就來自一些 沒有說是由天上來的水 基本上就是 然後就是沒有將太多 那些土壤岩石裡面的一些的鹽份 溶進去的那些水 那就是淡水 那邏輯上是否我們有可能 就是全部海洋蒸發上去 上去的雲裡 跟著全部都落出來 那些全部變淡水 這個過程呢 在地球最開初的時候 其實地球最開初 沒有一個液態海洋之前 基本上大部分的水都在大氣上 以水蒸氣形式去存在 下面的熔蠟夠熱 一直熱著那些水 那些水你溶回來後 它是和你蒸上去的 其實很長時間就是這樣 那些其實是淡水來的 但是當你一有那個海洋 一有液態水沉積在那裡的時候 自然的鹽份又會越來越 就是累積在那個海那裡 其實就是 那你這個說法 我想如果我們再加深研究 那個海洋的歷史 其實都某個程度 應該可以追查地球的形成的過程 你需要一些地球形成過程 的知識來去理解那個海洋 甚至乎那些鹽份等等 好 我們最後一集 我們下一次就回來